今天头条消息呢 我们要带您看到的是 两岸的关系是否会因此再度陷入紧张呢 原来呢是有澎湖籍的渔船 大进满88号渔船 他们越界进入了大陆的内水范围 进行捕捞作业 没想到被大陆海警船抓个正着 拦阻的地点呢 大家可以看到已经靠近对岸12海里处了 而随后呢三艘海警船 就把渔船团团包围要带回来调查 而过程当中呢 渔船的船员呢 立刻向我方的海巡求救 而海巡人员立刻就派遣了舰艇到现场持援 过程当中呢 双方呢一度持续僵持不下 因为我们的海巡舰艇的弟兄们 就希望对方的海警船能够放人放船 或者是循着过去默契的方式罚款了事 不要把人跟船通通都扣留 而且一路呢 我们的海巡船只呢 已经靠近了内水的范围 甚至都可以看到对岸的灯火了 而随后他们也在雷达上发现 真的不能再追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发现雷达上 还有四艘海警船 即将抵达他们的事故地点的位置 接下来可能会形成 对岸的海警船有七艘 而我方的海巡舰体只有三艘 担心进一步让冲突扩大 最后只能无功而返 海巡署这呼吁还得看对岸理或不理 毕竟我方越界渔迷还在海警手里 海巡船见海上追逐 直到最后一刻才放弃回程 2号晚间8点14分 我国籍渔船在大陆领海11点2海里捕鱼 被两艘中国海警船强行登舰 扣船也扣人 全带回大陆围头港 船上共5人 两名台籍三名印尼籍 目前人员均安 政策方向上是建议渔民 要避开陆方的 这个伏技羞鱼的陆方的水域 这是有通涵给各相关渔会 中国大陆在发布海警号令之后 声势状况变多 动作变大 海巡署也会加强巡逻 大陆海警已号令又碰上羞鱼记 我方渔船确实进到对岸领海 两岸紧张之际 就怕有个万一 我船要被带走 海巡也不能就这样让他去 还原当下营救状况 晚上9点14分 海巡艇为救澎湖籍渔船 冲进陆方内水 最近距离渔船只有1.6海里 但海警船不只广播回呛 更抠来更多同伴 眼看快被七艘包围 情势不对 避免升高冲突 海巡先行撤回 会认为这是个政治事件 我们希望陆方尽快尽速说明 所以说是我渔民违规在先 但两岸默契也说再见 扣船扣人 这举动很难不让人联想 是对岸的一来一往 第二次问陈胜文 朱光宏与台北参谱到 而今天在海巡署的记者会 说明当中呢 明确表示是我国的渔民 确实已经进入到 大陆的领海范围内 而一线的海巡弟兄也有进入到内水 希望能够尽力排解这个问题 而海军的潜舰舰长 吕施里却认为 其实按照联合国的公约 如果真的是我方呢 进入到大陆的内水 就是相当于联合国公约当中规范的 侵占到领土了 但显然呢 大陆海警船似乎不想要 让事态继续扩大 整个过程跟海巡对峙的过程当中 他们选择适宜广播回击 要求我方的海巡不要介入 画面很暗 但海巡广播很清晰 7月2号晚间9点多 和大陆海警正面对峙 全为了救我方渔船 从船头的观景窗往外看 前方沿岸灯光清晰 因为海巡颈距离大陆近江市 仅剩5.4海里处 海巡进入大陆内水等于侵占领土概念 依照海巡署给的地标 大进满88渔船事发地点 还在大陆领海 但被登检扣押 以明确进入大陆领海基线内 等于踏入内水 据了解当下7艘路海警船 集结围堵 以广播回抢物干扰执法 避免升高局势 我船只能先撤回 这位海巡采线进入内水 等于已侵占领土 陆方有开火拳 依照联合国公约规定 只要进到国家内水一部分 就有权以武力还及 专家点出陆方不想把事情扩大 毕竟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有订定中华民国进限制水域 其实在金门 马祖乌丘实际上就在大陆内水 过去两岸有默契 只要双方渔船不超过进限制水域 但现在两岸无互信基础 默契也不见得 外岛的这金门马祖乌丘的部分 寻找一个两岸都能够接受的一个平衡点 为救台湾渔船海巡闯入大陆内水 等同踏上中国领土 就怕再多一些摩擦 恐怕升温为政治事件 而持续带观众朋友来关注到的是 这一次我们的海巡跟大陆的海警船 就在这个金门的附近海域出现了对峙 并且希望能够争取我国的渔民朋友 不用被扣船扣人 可是观众朋友您知道吗 其实中国大陆的海警 在2018年并入了武警部门之后 其实在国际之间就出现了一个担忧 这会不是中国大陆的海权扩张 并且是不是一个准军事化人员的趋势呢 而近起来我们也有看到在南海 大陆的海警船执法 也频频跟菲律宾方面发生了冲突 而现在我方要如何应对这样的问题 因为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的海巡署所拥有的舰艇 跟海警船相比真的实力落差悬殊 我们来看到台湾的海巡战力 4000顿级的这个舰艇 大概有三艘 3000顿级的两艘 那么2000顿级有两艘 1000顿级的有三艘 但我们看看对岸的海警船 千顿级以上有数百艘 1.2万顿级至少两艘 而中间有很多的舰艇呢 其实都是大陆海军 他们的退役舰艇 那么去武装化之后收边境海警当中的 所以这一次呢 由于我方的云民被扣留 那么其实这个海巡署也希望对岸能够尽其可能的说明到底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那么目前根据了解呢 其实对岸的海警做出了最新回应 他们说这个渔民设法在当地呢 他们的执法地点是有违法捕捞的情况 因为当地是禁于其 同时他们使用的这个渔网的网目也不符合他们的规范 但是关键的原因是在于是否拥有对于我方人民的执法权 而他是在他们的内水领域范围内 这后续恐怕这执法的正当性也会是两岸交锋的焦点了 而与此同时呢 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继续带观众朋友来关注到这一体事件呢 对于很多人来说 我们都非常非常关注的就是海巡的整体事件 到底要如何来应处也成为了政治攻防的焦点 澎湖的渔船今天在金门海域被扣留 那么国民党就炮轰赖政府上任之后 让两岸的敌意螺旋上升 所以才会导致我们的船只还有渔民被扣留在对岸 而民进党呢同时也在脸书上面谴责行政院 似乎没有积极的政令宣导来规范渔民们 应该在安全的海域进行作业 国民党立委徐朝鑫这爆料说的是 3月17号湖姓前军官出海捕鱼被大陆海警滞留 至今已超过三个月 短期内大陆还没打算要放人 但这回澎湖渔船连人带船 再被对岸海警船带回福建 引发各界关注 我们也要呼吁对岸能够尽速的来释放 我们的渔船 行政院也承认确实是我国渔船闯入休渔期的陆方水域作业 但海巡署和渔业署上午对渔船是否越界两套看法 自家澎湖立委不忍了 杨耀脸书开呛 谴责行政院罔顾渔民安全 渔民朋友不知台湾海峡安全渔捞作业范围 是大禁满被扣押主因 直指渔业署在渔民安全作业区采模糊方式 再次谴责执政的民进党罔顾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而杨耀发文当下民进党中常会刚结束 主席赖清德对此有何才是 主席尊重行政部门该有的处置 该给第一线的同仁该有的打气慰绕 以当主席身份给行政同仁打气 总统府则占无回应 或许也不希望拉高冲突层级 但眼看接连有渔民被扣押 国民党把矛头指向赖总统 让两岸敌意螺旋向上 我们再次呼吁赖清德主席 好好的能够以全民为念 你随便一个国家扣留任何国家 那你总要说来说明啊 倒是民众党这话似乎意味了 两岸国与国关系 台湾渔船被浙流 兴起的政治联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TVB新闻林渔船陈离婷洋 佩宇叶峰为台北众报道 而今天呢 澎湖的船只到金门附近海域 进入了大陆的内水范围 就被扣人扣传 其实消息传回到离岛的渔民朋友的群组之间 大家都非常的惊讶 因为过去也不是有发生类似的事情 也不新鲜了 因为不熟悉规范 但是往往呢 大陆海警船不会真的扣传扣人 反而很有可能都是会选择发款了事 或者是跟海巡协商 让渔民能够回到所属的港口 而现在呢 外界也在观察 这会不会是一种巧合呢 因为我国海巡的新竹舰完成了巡护任务 过程当中还停靠了美国的夏威夷 回到台北港 而现在就传出了海警扣人扣传扣流 渔民的事件 美国智库太平洋论坛的执行长分析 中国海警的灰色压迫 现在屡见不鞋 那么临近国家应该要帮助台湾 我国海巡新竹舰6月12号停号 在美国潭香山港的位置 就在我左侧的9号码头 这里的人跟我们说海巡停号 在这里超过一个星期 而新竹线上面的人 跟这里的人互动都非常的良好 不过镜头往远处一带 可以看到就是美国海巡 在夏威夷的基地 历经35天超过17000公里航程 新竹舰这个月2号才刚结束 中西太平洋公海渔业巡护任务 海委会主委管碧林 也登舰续面海巡同仁 甚至中途停靠在夏威夷 就被外界揣测台美海巡合作 是否逐步落实 但才回到台北港的当天晚上 就发生澎湖渔船大进满 88号被中国海警强行登舰 是十几点巧合 还是另有其他动机都没明说 但美国智库执行长分析 中共海警船这类灰色地带的行动 未来可能只增不减 但认为美国和其他区域伙伴也要帮助台湾 期盼有伙伴能帮忙 但我海巡也势必得有所动作 金门海巡三号加强巡逻警戒 澎湖县政府也发函提醒 列出中国大陆修渔旗要渔船别道陆方海域作业 避免再度挑起双方海上冲突 TV变算综合报道 而近期呢 其实我国海巡 因为追捕越境捕捞的大陆渔民 导致一人死亡一体 也扣留在金门当地 而其实我们也有现役的军人 现在即使退役身份 也扣留在大陆无法回来 所以这一起事件 也主使引起国人的关注 而与此同时呢 大陆海警船登船修解 那么他们最新的回应也声称呢 他们是渔法有据的 昂然认为呢 现在是禁止的捕捞期间 但是我们的渔民还是前往当地作业 那么行政院也表示 王后呢会加强对于渔民的宣导 台湾彭湖籍渔船被大陆海警扣押 引发舆论哗然 大陆海警局最新回应 指出被查扣的大禁满88号 违反休渔期规定 在抵托网禁渔区县内 违规进行托网作业 而且渔网网目尺寸 远远小于大陆规定的最小尺寸 破坏海洋渔业资源 其实台湾渔船被大陆查扣 不是第一次 2003年到2007年 都有澎湖籍渔船 因为违反大陆休渔期规定 遭到扣押 但缴清罚款后都被立即释放 或透过交涉 由海巡署护送返航 大陆官媒分析 过往海警执法巡查 都走固定路线固定编队 但现在战术逐渐调整 包括执法范围扩张 时间和路线不按牌理出牌 执法强度也同步提升 像之前台湾岛内 对于咱们执法 比如说你三天来 那我三天我不来 它可以躲着你 现在我们是把整个的海域 都当成执法空间 大陆海警扩权的力道 更反映在6月15号 颁布的中国海警三号令 针对违法进入领土的外国人 大陆海警有权居留 最长可到60天之久 但对照菲律宾船 在南海被登舰 以及日本渔船巡视船 在钓鱼台被驱离 由于台湾并不被视为外国船只 也不涉及治安案件或走私 是否适用中国海警三号令 仍有待理清 任何具有敌意的作为 其实都不是一件好事情 更何况其实在国民党执政的事情 两岸根本没有发生这件事情 2月14号台湾海巡人员 追撞大陆渔船造成死伤后 大陆海警开始在惊吓海域常态化执法巡查 持续试探台湾底线 TVBS新闻综合报道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